古代大師傑 我們在這裏開啟大軍進攻破國 發動許有許多人身華相關 在日本鬼族挑起的八年陣軍中 我三千四百萬同胞在前進和後方被天炮、飢熱、遇病、奪去了生命。 不止有人民為了維護所謂的終日原因, 要我們忘掉歷史事實, 忘掉殘酷的八年抗戰, 忘掉日本帝國主義對我國長達數十年的軍事和經濟侵略。 如果我們真的忘掉這個沉痛的歷史教訓, 我們就犯了滔天大錯。 現在又有一次同時嗎? 二十一世紀的終日友誼, 兩國青年友好交往, 以及終日兩國人民的所謂共同利益等等。 這些人就好像睜眼瞎子起, 自而不見日本當權國政的人, 並不是銀民, 而是一小組反銀民的反洞派, 是日本老軍國主義的信心者。 他們也似乎不願意看見, 現今日本當局正在推行復活軍國主義和大規模的經濟擴張政策。 事實正確, 當前和美帝國主義緊密勾結的日本軍國主義的軍事力量在飛速增長。 現在每一個人都應當意識到, 出國的日本軍國主義已成為一支不可忽視的力量。 他對亞洲和我國人民已形成了實際威脅。 例如, 正式日本軍國主義的親衛軍, 佔領了火釣離島。 並且日本當局還軍部, 日本海軍有權在距離日本海岸一千海領的海上巡弱, 必要時將封鎖海峽登登。 日本軍國主義的這種無窄的大群主義計劃, 直接威脅著我國的安全。 此外, 還要考慮到, 日本是一個資源貧乏的國家, 它一直在爭取占據所謂私人區域。 它不僅使用軍事手段, 並且還利用種種經濟手段, 控制民國, 以便取得他們的自然財富。 今天, 歷史正在長遠。 日本的壟斷集團, 等先方再次的, 向我國經濟施加影響力。 目前, 和國同意日本的貿易額, 占我國外貿總額的百分之二十五。 和國投進的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大型工程項目, 要從日本進口設備。 和國就是沿海城市, 在某種程度上, 變為日本書記。 而且, 日本壟斷集團, 才得到勘探和開採和保障的特地許可, 並把得到的資源引往日本。 這些事實說明, 日本壟斷集團, 還在重溫舊夢, 想再次把我國拴到他們的戰舌上去。 我們偏夢, 都能窮視這個危險境。 更不能忽視, 是中國人民的歷史執行, 日本英軍國執行的, 對貨國的危機威脅。 貨國有句誠意, 前世不忘, 後世不知。 在七七事件, 四十七周年之際, 我們更能牢記統統的歷史教訓。 否則, 就會被祝國和人民的利益, 造成重大的訊息。 地上是八一鏡台的廣播。 我。 我。 我們是在星期間, 今天是在星期間, 對我。 所以我們都在星期間, 在星期間裡。 我。 我。 。